韓國瑜岡山造勢晚會 十萬大軍創新紀錄 空拍畫面一看 人潮滿道幾乎看不到盡頭 這不是假日 而是禮拜三晚上 回頭看十月底鳳山登陸站 禮拜五晚上五萬人 十一月八號禮拜四 夜襲齊山三萬人 到岡山禮拜三這場 並是高達十萬人 通通都在平一晚上登場 大家不敢隔天還要上班 就是要挺得熱情 展現韓國瑜成功登陸三三區的氣勢 夜色漫漫 心也無光 民眾賽場後仍情緒激揚 在捷運高唱愛國歌曲梅花 只和過去選舉造勢場子 早就一紅而散的狀況非常不同 就連高雄捷運的載客量也創新紀錄 高雄高山站平均每日載客量四千三百人次 沒想到韓國瑜高山造勢這天 爆量三倍 短短兩小時就破萬人 全天統計高達一萬四千零八十四人次 更是二零一七年跨年人潮七千三百一十七人次的兩倍 韓國瑜的高人氣履創紀錄 短短兩個月撼動原本高雄的藍綠政治版圖 記者李政華 林皓宇台北報導 好看喔 好看喔